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7集 回到了乡云山 白小春心中伤感 对于自己储物袋内此刻还剩下的不少怪单 他不敢继续实验了 尤其是他此刻走在乡云山的路上 所有的乡云山弟子在看到自己时 要么古怪 要么凶狠 要么愤怒 坚持伟大的理想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也不怨我啊 是李叔让我自己严有的 白小春感慨一路小跑回到了洞府内 坐在那里望着远处的天空发呆 他大半年前炼药的时候 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 他也曾去找李清侯问许 李清侯听到白小春的那些问题也很惊讶 这种对药道的钻研在他看来绝非寻常药师可以做到的 联想到白小春草木石碑的成绩 李清侯对于白小春的药道充满了期待 每个人对于药道的理解都不一样 白小春有这样的执着 李清侯很欣慰 没有直接告诉白小春答案 而是鼓励他去多多尝试 只有自己尝试过后 才会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药道 如果只是遵循规矩 则永远无法成为开拓一片领域的药道大师 毕竟单方的起源 就是一代代人这么尝试出来的 不行 我是有理想 有梦想的 李叔说的对 只有自己获得的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即便是再辛苦 也要克服下去 拜上后 白小春一咬牙 他可以不去试验怪丹 可对于药道 他越发的执着了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药师 白小春深吸口气 毅然的走到炼药房 再次封魔沉浸在炼丹中 完全的忘我 时间流逝 转眼又过去了数月 白小春慢慢的对于三阶灵药 掌握得更为熟练 随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功课 三阶灵药在他的手中 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难度 只是 却有一个更大的难题 渐渐的出现 白小春无奈的发现 他虽对于炼制三阶灵药熟练很多 可成功率却难以提升 一般来说 十次炼丹 他可成功五次 余下的五次中 有一次是炼制出自己的无法辨认的怪丹 还有四次炼制的 是杂志占据接近十成的毒丹 白小春要抓狂了 他也尝试了炼灵 发现毒丹就算是炼灵 也都效果很差 只有到了下品之后 才可以用炼灵来提高品质 而他对于炼药有种偏执 甚至他自己都没察觉 在他的性格里 似乎有种强迫症状 达不到满意 他就会坐立不安 杂志 要怎么样才可以去除杂志啊 白小春红着眼 死死的盯着面前的大量毒丹 冥思苦想 有心去问李清侯 可一想到李清侯 曾鼓励自己去琢磨研究 他就再次咬牙 重新封魔 时间一天天过去 在很多人感觉 白小春总算是消停了一些 没有轰鸣巨响 没有满山捣乱的小兽 这样平静的日子 很多人还有些不太适应 可是 好景不长 一个月后的这一天深夜 白小春劈头散发 在弹炉旁整个人仿佛疯蝶 不断的掐绝操控火焰 不断的向着丹炉内扔入药草 双眼都是血丝 成了 就快要成了 这一次我解决了所有问题 更是具备创意 加入了雷公堂 更有引雷花 枯木村 阴阳草 发明了以特殊的方式 去洗地杂质的方法 一定会成功的 这是我白小春独创的 天雷洗耀大法 他振奋时 前方的丹炉此刻猛的一阵 药箱瞬间出现 可就在药箱扩散的刹那突然的 香云山顶的天空 原本虽是黑夜 可明月高寡 没有云层 但偏偏在瞬间 浓密的云层木然出现 一道闪电轰然落下 直奔香云山 轰的一声 劈在了白小春的洞符上 使得洞符阵法震动 更有不少钻入洞符内 落在了丹炉上 整个洞符内都是闪电 白小春狂笑中赶紧避开 当四周的闪电消失时 他兴奋的跑到丹炉旁 立刻看了过去 只见丹炉内没有丹药 只有一片黑渣 还冒着黑烟 是引了花放多了 白小春劈头散发 如同一个钻炎学术的疯子 狠狠地抓了一下头发 再次拿出药草 开始调配 与此同时 香云山不少弟子 都看到了那道闪电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察觉到了闪电劈去的地方 正是白小春的洞符 这白小春 难道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一定是这样 苍天有眼哪 江夏闪电要去劈死他 在这众人心头浮现了各种念头 甚至不少人 还有些幸灾乐祸时 香云山的几个长老 也都注意到了这闪电 一个个都诧异 就算是里长做炼药 也都不会引来雷霆 传说中只有七节以上的灵药 才会出现雷霆 这白小春 在干嘛呀 三天后的晌午 白小春的笑声 在他洞符内回荡 他盯着丹炉 双手快速的掐绝 灵力散开 地火爆发时 他大吼了一声 双手向着丹炉猛的一拍 天雷喜要大法 丹炉震动 瞬间 香云山的山顶 无数云层猛的凝聚 一道闪电轰鸣而来 直奔白小春的洞符轰去 这一次 无数的弟子都看到了这道闪电 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耳边雷霆回荡时 白小春的洞符都颤抖了一下 洞符内 白小春振奋的来到丹炉旁 一眼看去时 丹炉内依旧没有丹药 只有药渣 一股黑夜升起 他只是略微吸了一口 就晕头拽向 退后几步 自己都没察觉 居然口中出现了白沫 雷公腾放多了 白小春南南滴雨 扑通一声倒下 直至三个时辰后 才醒了过来 赶紧去洗了把脸 又吞下一些丹药 片刻后猛的抬头继续去炼药 之后的日子里 雷霆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降雨神的弟子经常会看到一道闪电落下 轰击白小春的洞服 慢慢的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就连长老也多次注意 全部心惊 他们很怀疑 这么下去 白小春早晚会被给劈死的 可偏偏怕死的白小春 在这炼药的蜂魔状态下 居然忘记了死亡 沉浸在药道中 不断的去改变药方 调整搭配 试图去让天雷洗药大法 具备效用 天雷洗药大法 接着就是轰的一道雷 该死的 天雷洗药大法 轰的又是一声 白小春的洞服 防御阵法已经失效了 他的声音尖锐 经常从洞服内传出 很多人听到后都纷纷传开 使得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了 之所以有雷霆 是因为白小春发明了某种喜趣药道杂志的方法 甚至还有不少长老都感兴趣 关注白小春 这一次 虽然天雷滚滚 可是罕见的 没有人去阻止 就连李清侯 也对白小春的创意 觉得很欣慰 偶尔也会关注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只是呢 好景不长 白小春上百次的搭配后 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比例 于是开始添加其他的药草 不知是哪一种药草的作用 在数日后的一天黄昏 白小春的声音吼出时 天空瞬间雷霆弥满 居然不是以往的一道 而是数十道闪电游走 全部落下 诡异的 这些落下的闪电 居然只有一道是轰向白小春这儿 其他的全部散乱的落在了香云山的其他区域 大量的闪电轰击 有不少人发出残叫 一时之间 香云山再次震动 周新奇的洞服也被轰了一下 好在阵法阻挡 没有什么大碍 周新奇凶狠地看了眼白小春的洞服 忍下了这口恶气 李清侯与香云山的长老 也去安抚香云山的弟子 毕竟 白小春如今对于要道的执着 让他们很是赞赏 只是 白小春已经封魔了 一个时辰后 一片乌云笼罩 这一次 居然有近百道雷霆 全部落下 直奔香云山而来 巨想掏天时 很多弟子都骇然地看着苍穹 赶紧回到自己的居所 不敢外出 李清侯与那些长老 也都呆了 眼看着近白闪电落下 香云山上众多区域 全部震动 或许是因周新奇的洞服 距离白小春台阶 居然有六七道 批在他的洞服上 使得周新奇的洞服 强力地颤动 阵法扭曲 没有结束 也就是半炷香的世界 无数人发出了强烈的哗然 甚至更有恐怖的惊呼 天空上 此刻云层更大 厚厚的云层内 有数百闪电昏明而来 直奔香云山 一座座洞服颤抖 不少区域直接爆开 白小春自己的洞服 也在这一刻 几乎要坍塌 勉强支撑 可周新奇的洞服 竟吸引了五十度的闪电 陆续地轰击 如同天节一样 直接将周新奇的洞服 彻底地陷开 崩溃爆开 周新奇面色惨白 急速地逃出去 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洞服 已被一位平地发出了七里之声 白小春 还有一些内门弟子的洞服 一样如此 被闪电直接混开 一个个掏出后 怒吼惊天 正要不顾一切地去找白小春算账时 突然的 天空乌云再次翻滚 其浓密的程度形成了一股压抑 笼罩大地 周新奇心底一颤 骇然色变 其他几个要找白小春麻烦的弟子 每个人都倒吸口气 吸神颤抖 甚至 紫鼎山与青丰山的长座 也都注意到这里 看到云层后立刻睁大了眼 只有掌门正远东 远远一看 顿时时 头皮发麻 那云层内 赫然存在了上千的闪电呀 这是要灭了香云山哪 白小春 天哪 他在干什么呀 他怎么做到的 居然 居然这么多闪电 嫡系 嫡系 香云山内外 无数人发出骇然的惊呼 尤其是香云山上 无数弟子全都颤抖 外门也好 内门也罢 这一刻 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生死危机 天雷喜要大法 白小春早已忘我了 根本就没注意到四周的一切 此刻双眼赤红 看着面前的丹炉 木然大吼 双手抬起 向着丹炉一 呸 轰的一声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